下面的清卉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很多人也会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你现在都在强调他很好成功的案子 然后很有疗效 感觉好像在给大家洗脑 今天就有点像传校大会 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 我特别邀请那个林老师 他就是真的开始接触学师打 到现在还卡在一半 因为他是数学科 他要翻转 他要面对的困难 包括他自己要去办办 首席学师打的所有的操作的技术 还有学生的失忆的状态 同事之间对他的观点 学校行政不支持或是不理解 这种状态他怎么样一个人 他卡在那里 但是他没有放弃 这个过程我们都走过 所以大家都看到 好像这些人都已经是破体微笑 熬过那个辛苦的风雨 但是我想要让大家分享一个 都还没有看到成功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挫折 可是他没有放弃 他还是盯在那边 因为前面这些人告诉他 他会成功 可是他要坚持下去 没有就是放弃了 所以我们最感人的丁老师 要来跟大家分享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台湾海淀国中的数学科学老师 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 非常紧张 希望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一开始是三天前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做 就像老师讲的 我也跟老师说 老师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 我非常非常羡慕这些已经成功的这些老师们 那老师说没关系 请你来不是分享成功经验 你就分享失败的经验 我就很厚脸皮的在这里 那我先是按 都不会用 因为真的没什么经验 我先大概讲一下我教学的流程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利用强达的方式 让同学复习一下 比较之前的一些观念 然后进行课本观念 跟立体上的讲解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让同学进行讨论 那个实际上练习 那我会下去巡视 那接下来呢 如果这个讨论的时间到了之后 就会抽签让同学上台发表 那发表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问题 因为数学有很多 他们会卡在一些地方 观念有点错误的地方 我就让他们必须要接受 其他组别的问题的工坊这样 那最后就是我会把这些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啊进行一个加深加广的一个延伸这样 希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位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大概会有三大关卡痕在大家面前 第一个就其实学生不喜欢分组 那就我超过的每一个 我从最近开始每一个班级其实都一直尝试在翻转 那我觉得其实国中生他卡在这个高中跟小学中间 他们其实并没有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人机互动上的问题 就比如说老师我跟MOMOMO就是不合 所以刚好呢又变成在同一组 他就不喜欢讨论 那就算我跟MOMOMO是好同学 前一阵子能吵架了 你这堂课我就是不讨论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说那个成绩不错的同学啊 你觉得每次老师都叫我教他 课堂上我就没学到什么东西 他也不是不是很喜欢分组 那即使是成绩比较落后的同学 他可能觉得在讨论的时候 他会接受到一些同学对他的一种 比较不是很尊敬的那种表情啊言语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真的说全班通通都很喜欢分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卡 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的压力 因为那我们给同学讨论跟发表 其实是很需要时间的 那尤其在一开始他们其实不会讨论 也不会发表上来之书 所以你要训练一段时间 那时候其实时间压力啊 会压的老师们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这次月考里面 根本没有办法把进度上完 像我其实刚好下个礼拜我们学校要月考 可是其实我可能才刚上完课本门喜座这样而已 那所以根本不可能考试这样 第三个就是刚刚其实老师有提到就是 这个成绩的进步没有那么明显 虽然可能不会后退步 但是他们进步并没有非常明显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数学科 有一个国中数学啊 我觉得有个状况就是 他的理解的情况是提升了 他可能透过讨论他了解这个观念 可是他必须要熟练 他还是必须熟练这个计算的过程 但是他们如果不愿意复习的话 在考试考出来他还是不会 虽然在课堂上其实蛮热络的 那可是没有退步没有关系嘛 可是会很多老师觉得说 我看你要生完后 学生成绩又没有进步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关卡 其实蛮大的一个困境 那我是觉得说那尽可能的一一的去想办法 学生不喜欢班族 其实呢他是很像冰山上面的那个百分之十的 表现出来的结果 但其实他底下可能有百分之九十是 我们可能要去了解 那我如果我觉得说学生真的这么 一开始不想要分组 那我其实是给他们可以选择 你如果真的不想分那你就不要分 那就自学吧 在课堂上就在他们自学 第二个呢其实在分组到一个段落 我会让学生写回馈卡 针对这个翻转的过程当中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那我就可以去了解他的好跟不好 进行一些调整修正 那第二个我会要求他们要给同组的组员一些回馈 因为就是如果你看到别人他的进步 那你要努力他 你要让他知道说 其实他的努力跟他的付出 你都感觉到 那如果你是被教的那一个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个同学给予一些感谢这样 然后如果上课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 刚刚讲过会遇到很多状况 他们不喜欢讨论嘛 在节奏 哎奇怪啊不讨论 那就可能我就会下课的时候就叫过来 问一下了解一下 然后跟他们鼓励一下 然后我也会利用书面打一些观念的一个状况 我告诉他们说其实 比如像学习金字塔这个观念就是用书面的资料 发给全班的学生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我的加分呢 尽量是学生做得到的行为 比如说这样可以准时就做那就加分 然后东西有带起课本啊什么东西都有带起就加分 他们如果落实预计就加分 复习也加分 如果在讨论的时候有认真 讨论的时候一下去寻嘛 看到他们是真的有在认真讨论 就会给予扑克版加分 然后如果他真的有在练习讲解的话 那我也加分 就是尽量让他们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我做得到的 我做得到的行为老师就会加分这样 不要让他们觉得说 其实好像能力太差了 那这分组我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然后 好最后就是我比较希望的就是说 也凸显学生的进步啊 像有些学生他其实 不管是他上台讲解的过程 台风的稳健等等之类 如果或者是他们表达的一个内容 或是他们想法或是他们解法 有进步的话 就会公开的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在进步这样 然后另外进度的压力的话 大概就是可能我还需要再克服的地方 然后第一个就是要想办法再更落实学生的预习 因为如果预习的话 会比较容易减损上课讨论的时间 还有可以提升问题的层次 如果他们都没有预习 把那个题目讨论会都已经有点困难了 如果再问更难的问题 他们就讨论不太出来这样 然后原本一开始上台讲解的同学 也要接受三个问题的题目 然后就把它减少 因为他们有时候问的太热烈这样 然后就一节课子上一题 然后可能老师就要判断出哪些内容要深入的讨论 然后最后就是一直在想说 如何透过借用这个科技 能够再帮助自己这个节省一点时间 然后成绩的压力的话 其实这个是我还要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计算能力 到底要如何透过课堂上的讨论 可以让他们熟练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像是 篮球里面的运球跟投篮的基本功 那有没有可能用一直讨论 他其实就可以熟练这些能力这样 然后他如果不愿意复习的话 其实这个提醒解题的步骤跟技巧 他就很不容易真的能够了解 然后最后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透过分组的任务 让他们可以去统整这个重点 然后自己创造一个新的题目这样 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成绩能够进步 最后就是要回答老师的问题 因为之前其实跟老师讲 就是老师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来分享说 为什么一直出现这个挫折啊问题啊困难 那你还是坚持到现在 其实主要真的就是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课堂上的风景呢 虽然没有办法每一堂课也没有办法 每一个学生都真的醒过来 但是啊那个眼神的状况是真的不一样啊 那如果你有遇到说下课的时候 五六个同学冲到前面来跟你讨论说 老师我觉得这一题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解法 或者是老师我刚刚有想到什么问题 你怎么没有叫我这样 还有一个学生就是他脸色很臭 要下课的时候 他就在门口堵住我 不让我回去这样 他就说老师我刚一直举手 你都没有叫我 那你这样的同学就没有学到啦 这样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刚好那一节第四节 吃饭 我就花很长的时间 一直跟他解释说 老师其实有这个时间上的困扰 不是说故意不教你 你要鼓励你们那一组其他同学举手 不然你看哦 我一直叫你一直叫你一直叫你 其他同学也会觉得 讲了好久他才愿意接受 那不然我今天中午去找你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好了 然后学生的表现 其实真的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那个他们 因为我就会 就最后会把那个问题加深加广的时候 通常问他们说 除了老师这个讲帖之外 你觉得你要什么令解 或者是说人家问脚A 有没有想到还可以问其他脚B脚C 这个时候 就是他们的这个创意跟这个能力 也真的就是 你会觉得 学生都想到很多 你真的也想不到的地方这样 所以我自己都 从这里面学到很多 这也是 为什么觉得一定要继续坚持 最后是 学生从书面的回馈 因为我讲过 学生都会给人写 那其实他们都 会给你最真诚的肯定 这样 那所以其实 确实回过去了 然后其实最后两个是 我一直从 当老师的第一聘 一直在思考 因为我觉得 国中的老师 其实并没有受到社会很 这个强大的一个 教师典范 教师专业的一种尊重 他们可能觉得说 其实你会的东西啊 就像匯定老师讲 匯定老师 或者是搞不好连家长 你会 老师你会教 我也会 老师你会教吗 我也会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的专业 到底是来自于何处 但我后来觉得 如果我有能力跟家长说 虽然你也会教 你也会讲 你也会解理 可是我保证在我的课堂上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进步 那你做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过 这个方向应该才是 从说我们教师专业的一个方向 最后我是真的觉得 当老师不是在教别人的小孩 而是在教台湾的未来 那最后有一个影片要分享给大家 非常紧张 那我来说 这个方向应该 我来说 我来说 不想你 我来说 你应该不能这样 你不想你 我来说 我来说 我的人 你不想你 你不想你 我来说 我来说 那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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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